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全天的理想 尊敬 ů 二十七个 狸 何并不赎 都准备 没有力 三次七 说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拍出 出三次七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七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七 出三次个七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赤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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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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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ika 萨外 君 播放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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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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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敲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再次会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之难做的四种方法里面呢 就是讲那个希求力吧 希求力当中呢 就是今天讲光束这个特殊之国 这个业力的特殊之国 其中先讲三业这个特殊之国和罪业的特殊之国 因为为什么叫这个三业的这种特殊国呢 一般的三业和恶业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转身到这个清净的插头 或者说地狱当中去的 所以我们比较强烈的 就像亲友书和这个大圆满信息修习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极为强烈的 就广大的赞业和恶业呢 就是分别转身到清净的插头和地狱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用这个特殊之国 在颂词当中 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迎许金善业神举大年长 焚芳激凉两闻世妙佛语 行人光泽胜广照百年期 脱出妙摄胜 西成佛前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往昔当中 造了这个心慈善业的人 尤其是这个善业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 这个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极其强烈的意乐性 或者说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所讲的 那样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四种因缘 就是具处这四种因缘 以及呢 就是造了极为广大 殊胜的这种善业 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善业呢 就让我们就离极 或者说是这个死了以后呢 就是可以转生到 极乐世界为主的 一些这个清净刹土里面去 就是清净这个刹土当中去 那么那个时候的这种 这个 就这种这个降生 跟我们世间的这个产生呢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就众多的讲义里面呢 就是通过这个四个方面呢 比如说这个身处的殊胜 饮食的殊胜啊 然后这个身体的殊胜和这个死后的这种殊胜啊 就身后的殊胜 就是中共有四个方面来 与这个人间的这种降生呢 就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么首先呢 就我们这个了解 就是他的这个身处就是怎么样这个殊胜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世间的一个人呢 就是降生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也是应该这个请求的 就是有关这个前行党论典里面都讲了 就是众生呢 尤其是我们这个太神啊 就是太神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母太当中 有这个除恶啊 狭窄啊 以及这个母亲的这个饮食不良的时候呢 就是导致在这个派里 就是感受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啊 但是呢 就是如果是我们往生到这个清净刹土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这个清净刹土的都是是这个化身的 那么所谓的这个化身呢 就是在这个四分当中是最这个殊胜的 就是《极乐愿问大书》当中呢 也是就讲了 就是因为这个化身对自己的父母也好 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痛苦 尤其是这个化身里面呢 在梁化当中的这种降生啊 就是更为这个殊胜就是 就是我们俩一人最后的 隙子意识到门实了 就是给我们冠水出于 冠水出于 就是这个冠水出于 心我们的冠水出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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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活一般是依靠有露的这些事物 然后这些事物进到肚子里面之后 通过他们的一些消化 我们生存 但现在如果你转生到这样的清净刹斗的话 那么经常听闻阿弥陀佛为主的一些诸佛菩萨的大乘甘露妙法 依靠这样的这个大乘的甘露妙法呢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呢 就是获得这个仁慈啊 就是获得呢 就是就是圆满啊 就是获得这个圆满 所以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 就是依靠这个残顶的这种美食啊 或者说是依靠这个佛陀的这种教言的这种甘露呢 而这个滋长这个身心 就是根本呢 就是没有这个世间的这种饮食这个缺乏啊 或者说是这个饮食营养不足啊 等等就是这种这个痛苦呢 这个名称呢 就是在这个极乐世界也是是找不到的 所以就是我们就转生到这样的时候的那种这个生活的这个快乐呢 就是也是远远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生活 那么当你这个转生到哪里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人有这个僧老四病啊 然后呢 就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的 就很多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担忧就是生病啊 或者说是这个衰老啊 就还有呢 就是有各种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残绕着 而往生到清净刹土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完全都是依靠这个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心间发出这个光芒 发出光芒的这个刹那间呢 就是你这个这种清净无垢的莲花呢 就是自然这个开启 自然开启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全部都圆满 将生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 就是比如说依靠一些这个善知识啊 依靠一些这个其他的老师啊 就是学知识的话呢 当然这个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困难和这个痛苦的 那么啊 就到了这个清净刹土的话呢 就是以自己的这个发愿力和诸佛菩萨的智慧加持力啊 就是诸佛菩萨呢 就是随时都是在这个你面前现现 然后呢就是宣说这个声光这个法门 那么以这种这个发愿充满呢 就是度化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 随时呢 就可以这个显现出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 而这个利益 无数的这个众生 就是这个人和明图的这个其他一些 那么就像她的一种人 这样的这种人 都把这种人井的表面 按据了 所以我说可以迷识 就是这种人啊 就能低icional 这么一种人 就能低一种民生 对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罪业的这个特殊国报啊 就是罪业的特殊国报 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 就是与这个即生当中就是造的这个恶业啊就是与这个前面呢就是恰恰相反 就是那么这个造了比如说这个杀生啊 造这个无为奸罪啊诽谤不法等等就是造了极其这个严重的这个商品罪业 因为一般的这个种品和虾品的话呢就是就认识了以后堕入到旁城当中恶鬼当中去的 但是这个是就是极其这个严重的这种弥天大罪的话呢 依靠这样的这个罪业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死完了以后会这个出现一些地狱的这个状况 地狱的这个景象 当然这个所谓的地狱呢就是虽然是一种这个自信的这个描用 就是一种这个现象 但是呢就是业力深重的众生面前呢确确实实也会这个出现的 当这个所谓的地狱这个现前的时候呢 那么地狱里面的很多这个言诺悦族呢也是这个就面目睁明就是身心恐怖啊 就是当他们呢就是手持着各种地狱的这种这个冰气啊 就是燃烧的这个冰气 当然这里呢就是以这个热地狱就是以这个这个热地狱的这种状况来进行描述的 那么这些言诺悦族呢就是将把你的这种这个身体啊 就是身体的这个皮肤呢就是剥开 就是然后让这个众生呢就是感受这个无量的痛苦 而用燃烧的这种这个火啊 就是用这个吃烂的这个火呢就是开始融化 就是铜液或者说是这个就是钢液啊就是钢皮 那么呢就是浇灌在你这样的这个身体上面 因为皮肤都已经刮完了就剥完了 然后在这个身体上面呢就是燃烧的这个皮色啊 就是倒在上面就是灌在这个体无万户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话呢 就是拿极其的这个难忍就是痛苦 然后呢就是极其次然的这种这个什么毛啊 剑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刀啊 就是兵器呢就开始这个砍断你的身体 然后就刺穿你的这个身体 将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就变成这个一块一块的啊 就是如水白棒就是就变成了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切下来 那么这些这个片刻呢就是全部纷纷地掉落在这个燃烧的铁地上 其实我们这样的这种心房呢 只不过是人们是特别的这种愚痴啊 就自己呢就是以无名愚痴的这种障碍 就是一直盖着自己的灰烟 所以就是见不到自己的来世的果报 所以就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 如果我们真正是相信就是这样的这个地狱的话呢 现在的世间上面的人呢就是绝对就是不敢就是造业 我想我们很多的这种人啊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的世间的袭击太严重了 就是这样以后呢 好多的这种这个相信因果的这种定解呢 就是还不足够 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千万不要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学得很好啊 就是自己这个学的这个空性见解很高啊 或者说是自己呢 就是已经获得了大成就者 就现在根本不会堕入地狱啊 那这种这个邪恋呢就是极其可怕 就是连基本的这个盛世轮回的 业因果的这种证件也没有的话呢 就是真正的获得解脱呢 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说的 所以呢 大家就是你见解再怎么样 这个像虚空那样这个高的话呢 那么这个取舍因果呢 就是像这个细分那样就是进行 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就是就行持这个善法 就是行持善法 精盖甚深地了解到 就是自己造的罪 自己会感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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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